失联的陆克家属们他们甚至急到骂人了 他们希望我们的国军给他们铲子 他们宁愿自己救灾 甚至呢指责我方国军救灾速度太过于缓慢 还不如中共解放军 国防部长高华柱则回应说 家属的心情他能理解 但事实上国军连参谋总长亲自到苏花前线三次 而国防部长高华柱呢 他也去过一次 军方出动了六七万人次来救灾 无论是投入度跟专业度都是拿出了最高规格 CH4管SD中型运输机一整天没休息 不停吊挂小山猫前进苏花公路114.5K 动用能力加机具要挖出创意旅行团家属 心心念念的家人 小山猫着陆看似简单 但飞行员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114.5K沿岸腹地太短 一无小心直升机悬翼 急动山壁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控军还特地加派E2K预警机空域管制 避免撞山 但国军拼成这样 还是让陆克家属不满意 大骂救灾速度比解放军满 不可能是 这个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 家属的心态任何心情 我们都可以考量 被说输给假想敌 高华柱心里铁定不是滋味 毕竟八天来总统去过了 国防部长也去了两遍 参谋总长林正宜亲自去了三遍 国军总共动员三万四千人次 个型车辆一千四百九十辆 最先进的搜索装备 也从新门空运过来 排雷大队队员加紧 组装磁力定位仪 配合GPS搜索 加上另外一款磁性探测仪 地底六公尺以下的金属目标 无所遁形 然后他发出声音就代表有 金属或者是矿石 不只军方出动 连部分受刑人也到灾区清扫环境 台湾救灾全国一条心展现诚意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